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前放宽合拍片規定 对香港电影业是契机还是危机 我不会很抗拒合拍片 没有信心全香港人 是会多到票房大到 可以支持一套成亿的制作 如果为了一个更大的资源 放弃了我们本身的创作自由 这是我最关注和紧张的一件事 电影导演欧文杰 这一天出席一间特殊学校的校庆 1 2 3 应该都说了好几年前 当时其实就是社联 本身就想拍一张微电影 就说可不可以去一些不同的 特殊学校参观 去做一些招收集 那是怎样的呢? 这是真实的音乐 这是真实的音乐 那就是他们学校的音乐剧的DVD 我拿回来看之后 就发觉已经可以是一个电影的素材 当时就开始写《非同凡响》的剧本 他第三部执道 在大银幕上映的电影 两年前就在这间学校取景 这部纯本土电影的制作成本只有700万 跟现在很多香港电影一样 属于低成本电影 没办法启用大牌演员 参与演出的不少都是学校的学生 有个朋友托我给你的 你来的? 你回去拆开它 做完戏之后 做完画剧之后拆开它看 拜拜 加油 加油 Yes Yes 欧文杰说 电影刚刚上映的时候 口碑不错 但很快就被戏院削减长次 播放其他大制作电影 票房也受到影响 幸好部电影是由慈善基金投资 才没有票房压力 我还记得当时过了第一个星期的时候 那个星期三是重园节 我听一些法行同事说 其实当时我们那一天的入座率是很好 但之后星期四都要削很多 是难做的 除非有可能要有一些好的明星压场 或者有很多奖项加持 可能会好一点 如果一般来说 甚至可能题材要有话题性 有讨论的空间 有讨论的空间 这些都是为何观众会选择 在看香港电影的比较大的元素 我想电影是一个媒介 让我表达 让我内心一些想法 和透过电影装作和制作 可以让我探索一些议题事件 香港和内地的合拍片当道 欧文杰在未做导演之前 都有写过一些合拍片的剧本 他还记得有一次被打回头 原因是颠覆国家 我记得甚至之前 其实我们写一些合拍片 去送审的时候 我可能是写了一个喜剧 可能是一些抓捂的喜剧 但为何会说颠覆国家 你都会有一个疑问 很多时合拍片的时候 他会有很多东西 禁止你去探索 禁止你去探讨 禁止你去探讨 十几年前 你来到要学广东话 现在说广东话是否犯法 2015年 欧文杰有份执导电影《十年》 是他第一次做电影导演 十年后来奪得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电影 但也令他被标签为港独分子 更加有人说要封杀他 他就说 其实之后仍然有不止一个合拍片剧本 找上门 其中一部的资源和导演费都很吸引 不过他挣扎过之后 都是拒绝了 我究竟去继续做这件事 好像去探索了 很大笔钱给你 还是你去选择 你想要一个创作呢 我记得当时我和太太都谈了几场 我们也说 不要因为钱去改变自己的信念 因为你改变第一次的时候 你让步第一次 你就会让步第二次 让步第三次 香港电影业 由90年代尾开始走下坡 到2003年 香港和内地签订SIPA 放宽香港电影以合拍片模式 进入内地市场 2002年之前 和内地的合拍片 只是占香港电影总数大约一成半 而根据香港的电影发展局 由2012年起公布的数字 合拍片占香港电影总数 最初是4乘3 之后的比例 都是维持在一半或以上 到2017年 合拍片比例大约5乘7 67部香港电影之中 有38部是合拍片 导演陈德鑫 在90年代入行 现在有一半时间在内地工作 他在2010年 凭电影《十月围城》 横数两岸三地多过电影奖项 这部电影也是他第一部合拍片 制作费过亿港元 他说单靠香港市场 根本很难回本 本来是9千多万 我们超过了五百多万 但如果我们实际 拍了一亿零五百万 如果我只靠香港 我怎么拍《十月围城》 我没有钱拍的 如果我只靠香港的回收 那台湾又没有了 那哪里有 那就是大陆 今年四月中 中央同意放宽合拍片的条件 包括不再规限合拍片的内地演员比例 故事情节 主要人物也不需要一定和内地有关 陈德鑫认为 这些放宽 对香港电影业有正面帮助 我要拍 制作认真的电影要钱的 没有钱是拍不到的 我又不可以委屈求全 否则我香港拍了几部 因为没有预算 我们小时候打Bang 打Bang就无端红了 天后有人请我来拍戏 我也知道我自己应该做多些幕后 之后我就开始进入电影的创作 其实做导演也是不容易 但相对于打鼓 可以是好戏的 陈友是温拿乐队的鼓手 他在80年代成立电影制作公司 93年已经北上做影视制作等等 要适应内地的潜规则 令他撞过不少版 我们在内地拿一些资源 其实很难拿到 你去拿这些资源的时候 其实是关系 内地有句说话 关系是生产力 其实生产力很低 他在2013年回流 相隔二十几年 前年再次在香港收到电影 不过都是一部合拍片 电影内容是温拿在香港成长经历 不过有份投资的内地公司 就坚持要由一个内地演员 飾演中震图这个主要角色 从来没有会过人 有部分投资人觉得 可能是 找一些内地人在大陆的时候 会卖一些 都要配合组织安排 所以我兄弟班 都有一些内地演员 一两个在里面 你可以说是妥协 你可以说是一种应该这样做 其实做一个导演 他要包含的功能很多 他要有一个编剧 他要有一个演员 他要有一个画影师 他要有一个美术指导等等 其实最后他要有一个 投资者的智慧 电影你很清晰你的目标在哪儿 握船你也很清晰你的目标在哪儿 还有由这个点去到那个点中间 会有什么风险 其实这些也有一套计划在里面 跟你写一个剧本都差不多 回流回香港之后 陈友有时会在船上量度剧本 做了几十年电影 他觉得认清市场很重要 其实我觉得电影 只要人家是要给钱 给时间去购买的 就是一个商品 你都会受市场的限制 不是说你随便想什么 就是什么 因为你拍出来没有人看 那你就会没有能力再拍下一部 他说欢迎内地放宽合拍片要求 他说欢迎内地放宽合拍片要求 那些你就可以去到尝试去想 好像我出来拍电影的时候 有公司都拍很多电影 都很卖钱 但是世界变了 媒体变了 市场变了 不去改变就会被淘汰的 我觉得是 所以你要跟着潮流走 那以后怎么适应自己呢 我们拍完就已经拍了 再拍了一张大合照 我在中央大学的电影学院 就教了两年了 我也是第一次出席 他们拍录毕业照的典礼 其实我就不会为学生担忧 我想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当然如果你说是电影的 可能他们都应该预计到比较困难 欧文杰是金像导演 他有份执道的十年和树大招风 分别奪得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电影和最佳导演 其实当时我也是 要透过做很多其他的兼职 去维持我的身际 教书也是我其中一个 都挺重要的收入来源 多谢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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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怎样选择 这个我不可以说 我说你一定要这样 我不可以说 他们可以选择 他们想做合拍片 他们想做国产片 他们想做港产片 这个是他作为一个 他个人来说的追求 他的学生就觉得 合拍片是大势所趋 要从中捍卫创作自由很难 如果以合拍片来说 本身你要拍到那样东西出来的时候 可能前提已经是 比后资方控制了很多 除非你本身是一个 大知名度的导演 如果你说我们这些卓仔的时候 也不能说 我觉得会比较 所谓砌得一点 一来就不能抗拒 你唯有去接受 因为始终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一来就像做其他行业一样 做保险 做IT 大家都要准备回大陆北上去 招呼一些内地的客户一样 这部国产片 投资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 由网络游戏改编而成 用了大量电脑特技 资金全部来自内地电影公司 执导的是香港导演陈德森 拍人的故事 没什么所谓 尤其是他现在的征途是一个游戏 游戏更加天马行空 什么台湾片 大陆片 港产片 不要分 真是华语电影 他认为 近年不少香港本土电影 都是关于社会议题 当中太多负面情绪 会令到观众不想入戏院看电影 你说文艺片 悲情电影 没错 你拍得很不好 还有没有出路很重要 一个好的文艺电影 他都会有出路 他不会叫你up 走出去 现在很多香港电影 就是叫你up 走出去 我去年看到你一部逆流大叔 我觉得非常正能量 原来你也写了很多年剧本 好像你的思想也是拍到正能量的电影 陈德森未来想开一部电影 自己做监制 找来陈永生执道 我希望家庭那边可以写一些 既然我们也是讲个真人的故事 我们就在那里尽量给一些原貌 陈永生执道的逆流大叔 在去年上映的时候 票房超过一千五百万元 以近年香港电影来说 已经是不错的成绩 他们说 未来合作的电影 需要的资金比较多 亦都希望可以较易打入内地市场 所以倾向以合拍片方式制作 如果城市会是一个合拍片 因为那个budget 纯本土应该支持不到 你要有很多很大的票房 才可以支持到 我们现在构始的故事需要的budget 除了预算之外 我想这部电影 这个传奇人物 都能够在大陆上 这部电影 我想推进去 尤其是要做好香港电影 我就要做好香港电影 我都要有辉煌的业绩在大陆 陈永生做编剧出身 入行19年 写过不少为人熟悉的电影剧本 他曾经离开电影圈几年 到2017年第一次做导演 以龙洲为主线 充满本土情怀的逆流大叔 叫好又叫座 他说 纯本土电影的预算开支比较低 不时要靠拍膊 用有情假邀请一线演员演出 第一阵你要抓到人的眼神 愿意去看这部电影 记者愿意去采访 即是说 你有一个一线的演员是一件事 以往他写的剧本 有纯本土电影 亦有合拍片 其中新扎师妹 第一集是纯本土电影 第二集变了合拍片 而且剧本一涉及中国国情 内地当局便会干涉 原本上海查案的时候 发现原来那群坏人的总部 就在上海 于是他们要破解他们 其中一个审批不批的就是 上海是不应该有坏人的总部的 可能那里是疯狂喜剧 我又不是非常介怀 他说拍喜剧商业片之旅 不会介意用合拍片方式 但是如果要拍一些 纯香港的故事 他就会忠于自己 我不会很抗拒拍片 某一些戏 某一个budget 我觉得没有信心 全香港人是会多到 可以那个票房 大到可以支持得住 一套成亿的制作 一套成亿的制作 即是香港票房要有二亿 不要骗自己 不可能得到 但是如果那套戏 要成亿的制作 而他是值得拍的 那唯有做合拍片 如果那个故事是 我有一些题材 或者有一些东西想说 而審批上 几肯定过不了 或者是一些 纯香港得很重要的故事 我会选择本土电影 那些补器怎么办 补器在想可能是 在苹果那边设置 那你找了家粮去 去申请那场地吗 去帮你订阅 还是找了谁去交 在武器开的日子 欧文杰为一间本地传媒 担任短片的监制 短片会在网上播放 其实做监制都参与很多創作 即无论都是给一个方向 甚至在故事内容上 或剧本上都给很多 甚至参与創作一部分 近年 港产片的产量大幅减少 但欧文杰觉得 电影的形态 已经不再局限 是否在戏院上映 电影形式 其实都不停地变成 比如 有一些网上的电影平台 即是外国的 很大型的网上电影平台 他们投资拍电影制作的规模 甚至可能我背角不上电影院 他可以找一些很厉害的 电影制作人去参与 其实你都会有一些好的作品 都未必是会完全在戏院上观赏 合合片是其中一个 资金来源的方法 因为合合片里面 亦都意味着 我们需要将剧本送审 如果我们为了一些资源 然后我们放弃了 我们本身一些創作的自由 这个是我最关注和紧张的一件事 天马欢频宣布裁员 搞大罢工啊 法律跟大队 好 好 二楼大叔当初 有一些投资者讨论过 如果变合的话 他肯投资 但里面要加一两个内地演员 我四位大叔 平衡有一个内地的新移民 行不行 实写到的 然后我就 我真的不想写这件事 我想写一件好香港的故事 也有好地赛了个拜 当时我选择逆流 这两个字 放了个戏名 我觉得大部分时候 我们都是逆流而上 尤其是这一代的香港人 但逆流也要想 向上走 逆流而上 想继续去找你的方向 在香港做电影 其实都挺逆流 因为其实真的很难 要开得整套戏已经很难 电影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 传承的部分 如果我们香港电影都失手 香港的文化就没有了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